好 在台湾的部分是昨天晚上 台北时间大概八点多和平落幕 而在美国西部加州的洛杉矶 也有台湾的留学生和朝鲍举行示威活动 现场情况连线给记者东森特派记者王翔林 告诉大家 翔林 先直播 各位朋友们 大家早安 东森新闻团队目前所在的地方是美国洛杉矶 也就是330全球反服貌运动的机会 最后一战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场其实来到相当相当多的民众 有人拿着这个向日葵 有人拿着倒过来的中央民国 千百日版地红的国旗 也有各种各样的包吕 包括反谴责国家暴力 退和配合服貌 各种各样的包吕在这边 那目前现在根据我们的统计 大概现场大概可以来到400到500人 集合在洛杉矶的美国联邦大网的广场 那他们在这个广场是合法申请的 因此他们可以在这边进行所谓的抗议 进行两小时 但是结束之后他们就必须在这边清空 那我们来请这边的学生来谈一下 他们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诉求 你这次的诉求是什么 你这是不是反黑箱跟反服貌 希望经过真正的合法方式 来购买服务的那个条例 你是什么 你是之前就读什么学校 Campritch College 好 这边有位学生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 其实在整个的支持民众里面 又来自洛杉矶的范略侨胞 然后这个 Niko 请问你这边的今天的整个策略 跟整个诉求意义在什么 基本上反服貌 重点也是在反中国 因为中国用这个服貌 就是要后面有一个政治的力量 这个重点在这里 台湾人已经忍受不了 整个共产 整个的暴力 整个的一些危险 慢慢的已经在台湾里面来靠拢 将来的威胁就相当高 好 OK 那我们可以听到 整个在反黑箱反服貌的 这个机会里面 其实有包括学生跟社会民众 那当然彼此之间的诉求 也有很多的不同 有些人说是反黑箱反服貌 有人说是反中 那但是整个在目前现场的秩序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也都尽量用和平理性的方式 来表达对马尔政府的书马 以上是 都在希望团队外 王翔玲 霓虹在红蹄 在洛杉矶场拍的 现场交给团队的直播